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她更难过的是丈夫轻而易举的那一句离婚 从结婚到如今 两人虽然也有吵吵闹闹的时候 但丈夫从来没有发那么大的脾气 甚至连一句重话都舍不得说她 可如今丈夫不但被自己气得摔门 还说出了离婚 女子想要找人帮忙去开导一下丈夫 或者说劝一下丈夫 可是她却找不到可以帮忙的人 女子叫秀芳 是一名化妆师 更准确来说是一名入恋师 也许因为她职业的原因 她身边比较冷清 甚至连父母都很少和她来往 记得当初她暴读这个专业时 不但父母反对 可以说是全家人没有一个人是支持她的 甚至连亲戚朋友都不赞成 那时候 她的父母甚至已和她断绝关系来威胁她 就是希望她改报普通一点的专业 父母苦口婆心地劝她 说你要是做了这一行 身边别说是朋友 连亲人都不敢靠近你 谁都怕你 甚至连对象都找不到 闺女 听妈一句劝 我们不需要那么特别 也不需要高工资 只要踏踏实实就好 后来父母还把外婆找来 因为她是跟着外婆长大的 父母希望外婆的话 她能听进去 那天晚上 婆孙两人聊了很久 外婆跟她讲了很多 她小时候的事 大部分她已经忘记了的事情 外婆却还记得清清楚楚 两人躺在床上 外婆还像小时候一样 抚摸着她的头 非常慈祥地和她 聊起了小时候的事情 聊着聊着 外婆切入了正题 说妞妞呀 你要考虑清楚 入一行二行 那可是一辈子的事情 外婆也不懂什么是好与不好 只是希望你不要后悔 她告诉外婆说 自己不会后悔的 那是她很早之前 就想去做的事情 外婆问她 为什么会选择去做弱烈事 她告诉外婆说 她希望每一个离开的人 都是非常体面 有尊严地离开 她还说出了一句 非常经典的话 那些大家害怕的人 往往是某些人思念的 再也见不到的亲人 而对于那些痛失亲人的人来说 唯一的希望就是让适事的人 能够走得安详一点 这就是她选择做入恋师的真正原因 外婆听了她的话后 沉默了很多 最后还是忍不住劝她说 你知道吗 这一行不仅仅只是过得辛苦 而且还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 这份压力有工作带给你的 也有外界以你的工作兴致造成的 你受得了吗 秀芳知道外婆心疼自己 她虽然不想让外婆为自己担心 但她还是坚定地告诉外婆说 自己有信心能够胜任 看着从小就非常独立的 外孙女眼里的光 外婆再也不忍心泼冷水了 只是长叹一口气 说想好了那就好好去做吧 只是以后不管遇到什么 都要记得今天说过的话 这一夜婆孙俩都想着心事 彻夜难眠 秀芳就在众人的反对声中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 这个入恋师的专业 三年毕业后 秀芳终于考到了专业的等级证书 后来还参加了事业单位同讨 经过她自己的努力 可以说是过五官斩六将 才算成为了她想要成为的模样 当时 父母看着她了一个 明明就不受欢迎的工作 却那么拼命 都劝她转行 可是秀芳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 其实这个时候 父母最担心的是 女儿找对象的问题 经常听到某某谈恋爱找对象了 或者是某某带男女朋友 回家见家长了 她的父母也暗暗着急 更让父母着急的是 她身边除了几个闺蜜之外 基本没有异性朋友 父母也知道 虽然自己女儿样样都出色 可只要说起女儿的工作 几乎没有人是不退第三社 有时候父母在外人面前 甚至都不敢提起女儿的工作 虽然他们也知道 女儿的工作没有什么丢人的 可是 经常面对那些说三道四的人 或者一场眼神 父母也心累 也许正因如此 父母的圈子也越来越小 朋友越来越少 秀芳为了不影响父母的 正常生活和交友 她选择了和父母分开 到别的城市上海去生活 因为她知道 很多人对入恋师这个职业 没有正面了解 所以才会有误解 只有自己避开 人们对她的一些负面情绪 也许可以慢慢淡化 在上海工作了两三年后 秀芳在朋友的介绍下 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那时候还只是一名 普通白领的人 两人虽然职业不同 但是却非常有默契 很多时候都能聊到 对方的点子上 同俗一点的说法是三观一致 刚开始时 秀芳以为对方会在意自己的职业 可对方却非常淡定地说 生老病死本事就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 谁也逃不掉 而那些没办法正确面对这件事情的人 这只能说明是他们本身的问题 与这个职位无关 男友还一脸崇拜地说 我更佩服你有这样的勇气 可以克服内心的胆怯 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包括我在内 所以你非常了不起 非常棒 两人很快就确定了关系 只是 在见父母这一个环境中 出现了一点小意外 原因是 秀芳跟着男友回家见家长时 男友的父母和大多数人一样 对她本人非常满意 但是 当听到她的职业时 整个气氛都冷了下来 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草草地收场了 而秀芳知道 男友的父母明显对自己的职业有偏见 但是 她也理解 毕竟 对方也不过只是一个普通人 后来 为了取得男友父母对自己的接纳 她和男友做了不少工作 慢慢地 未来公婆终于肯接纳她这个不太一样的儿媳 长跑了快四年 两人才算修成正果 只是 婚后没多久 男友就被公司派到国外 在那快八年里 她和丈夫过着一国分居的日子 两人真正的事聚少离多 正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也算是被逼丁克了 当时 双方的父母是既着急又无奈 特别是秀芳的父母 他们经常在秀芳的耳边念叨 提醒她对自己的丈夫留个心眼 别到时候吃亏 父母还说那出了国的男人 身边没人管 哪有不偷心 可秀芳对丈夫这点信任还是有的 她说两个人在一起就应该互相信任 而不是去猜忌对方 再说 有些事情真要发生的话 房是防不住的 既然明知道防不住 为什么还要去想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 八年后 秀芳才和丈夫团聚 甚至可以说 八年后 她才算过上了真正的夫妻生活 经过小夫妻一起努力 他们在上海有了自己的房子 巧的是 她才刚搬进新家 就收到老家正在拆迁的消息 而这一次拆迁 秀芳婆家就分到了五套房子 还有一百多万的拆迁款 婆婆只有一个儿子 当时就把两套房子 过户到秀芳和丈夫名下 另外 连同一百多万的拆迁款 给了他们小两口 婆婆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 无论是房子 还是那一百多万的拆迁款 给了你们就是希望 你们能过得好一点 我们也没有别的本事 至于另外那几套 我们住一套 其他两套就出租吧 这样 我们就不用增加你们的负担了 秀芳没想到 婆婆对自己居然这么信任 这让她既感动又惭愧 因为 她自问并没有为公婆 做过些什么 最多只是在丈夫出国那几年 带丈夫经常回去看望他们而已 而婆婆说完了正事 再一次对秀芳催生 婆婆说你们都不年轻了 可得抓紧一点 再说 趁着现在我们老两口还不算太老 还可以帮你带孩子 要是再过几年的话 我们就是想帮帮不了了 面对婆婆的催生 秀芳只能保持沉默 其实 这么多年来 她和丈夫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 对于生孩子的问题 两人也已经交谈过 丈夫明确表示不太想生孩子 说怕自己做不好父亲这个的职责 而她本人对于生孩子的事 也觉得无所谓 他们如今虽然不缺钱 但是 他们都是工作为上的人 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家庭上 当然 这样的事她不好向婆婆说 只能让丈夫去做这个恶人了 慢慢地 他们盯客了17年 在这十多年里 秀芳几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 只是偶尔她也会有焦虑感 有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 特别是看到周围的人都在聊孩子 聊养老的时候 她就会莫名地烦躁 自己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直到有一天 母亲的一番话让她意识到了什么 那天 弟弟带着母亲来找她 刚开始 她以为母亲和弟弟 只是因为想她才会来看望她 可是 她没想到的是 母亲居然提出让她给弟弟买房 说她这个做姐姐的既然有钱 就应该帮一下娘家人 而且还是亲弟弟 母亲为了说服她 说你是亲姑姑 现在对他们好 等你老了 需要有人养老时 他们还能不管你 秀芳比谁都清楚 一切都只是场面话 将来的事 谁也说不准 更何况还是赡养老人问题 别说只是侄子 哪怕是亲儿子 他要是不愿意养你 你又能怎么办 所以 他根本就没想过 让侄子为自己养老 只是 弟弟在工地上出了事故后 就一直在家养着 这些年确实过得不容易 他也心疼这个弟弟 可是 买房可不是一笔小树木 他非常犹豫 母亲看见他犹豫不决 一下子就跪在地上 哭着求他帮帮这个弟弟 母亲这一跪 把他心中最后的顾虑跪没了 看着眼前头发斑白的母亲 为了一套房而跪求自己 秀芳心软了 他答应了母亲会为弟弟买房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房产证上要写上母亲的姓名 而弟弟和母亲都一口答应了下来 最后 秀芳瞒着丈夫 跟着母亲回了老家 偷偷在县城给弟弟买了一套 一百多平方的房子 花了八十多万 当丈夫发现时 已经过去半年多了 毫不意外的 丈夫非常生气 除了心疼钱之外 更多的是对妻子的失望 他觉得妻子的做法 明显是对自己的不信任 甚至可以说是对自己的无视 这么大一笔数目 妻子居然连商量 都不找自己商量一下 就私自决定了 有些问题想得越多 越让人冒冷汗 秀芳的丈夫正是如此 她都不敢往下想 越想她就越心慌 甚至对妻子产生了恐惧感 想到自己没有孩子 万一哪天妻子 把自己的家产都给了娘家人 那自己不但做了冤大头 甚至连养老金都搭进去 丈夫怕了 也怒了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而秀芳面对丈夫提出的离婚 她也慌了 她都不敢想没有丈夫后 自己的日子会成什么样子 在她心里 没有人能好过丈夫 再说 丈夫还那么年轻 随时可以再婚 甚至还可以找个年轻的姑娘 结婚生子 而自己却已经人老珠黄 再也不可能了 意识到问题严重后 第一时间向丈夫认错 并保证以后做任何事 都和丈夫有商有良 丈夫虽然原谅了她 但是 对她的态度 再也没有以前好了 两人之间仿佛隔着些什么 秀芳知道 丈夫的心理压力 来源于没有孩子 因为 公婆非常想要抱孙子 也是到了这一刻 秀芳似乎想通了些什么 以上就是给弟弟买房 而引发的夫妻矛盾的故事 其实 夫妻之间大部分的争吵 或者说矛盾 都是来自于对方 那不在乎的态度 这可以说是最伤感情 也是最伤关系的戾气 可能很多人都或多或少 犯过类似的错误 都以为只要自己道歉 就可以当作什么事 都没有发生过 可是 别忘了 发生过的事 肯定会在对方心里 埋下一根刺 这根刺虽然看不见 但是 他无时无刻 不再提醒着 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而且 他还会经常跑出来 让人疼得猝不及防 所以 想要夫妻和睦 就要懂得彼此尊重 平时更应该 多一点交流与关心 同时 更要懂得将心比心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 却换位思讨 也许 只有这样 夫妻之间 才会少一点矛盾 多一点温情 你们说 我说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 也不要忘了 点赞订阅关注我 一定有点赞讯